接下來要教的是重點 原子說 每一次學測基測會考都會考 原子說 裡面的重點什麼鎮電 負電為什麼會帶電 誰多誰少 什麼叫原子序什麼叫質量數 聽主原子說重點 1803年 到了中間根據定比定律 廢比定律 以前定律他就提出了原子說 他說所有東西 都是有一個微小不可分割的 粒子這個粒子稱為 原子所組成的 微小不可分割 然後呢他說 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質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質量 等一下就知道 這兩句話都是錯的 它都是錯的但是我還要把它 留下來因為它是個很重要的 發現發明學說 但是最後一句是對的 發生化學 反應的時候只是原子的 重新排列組合 所以種類跟數目都不會發生 改變 你當初會去平衡化學 反應方程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化學變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總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那麼 我們現在知道它其實可以分割 有一個可愛的拉賽福的散射實驗 在高中是重點 國中沒有焦 根據這個實驗可以知道 原子的中間有一個很重的 很小的原子核 原子核之前有發現電子 它發現有個原子核 所以有內部的構造 好 那就是現在國中程度 就用這個方法教你 這個方法你用 現代的科學說是錯的 不過不用管它 叫做行星模型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原子核 外面電子環繞它 像是行星繞太陽一樣 所以我們稱為行星模型 它就告訴你原子有構造 裡面有一個原子核 外面有跑來跑去的電子 跑來跑去的電子 好像行星到太陽 OK 然後 整個原子核體積極小 但是幾乎是所有原子的質量 都在原子核 因為電子很小很輕 質量可以忽略不計 然後重點 原子核裡面有兩個玩意兒 一個叫做直子 一個叫做中子 原子核由直子跟中子構成 其中直子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一個重點就是要記住 誰帶正電 誰帶負電 誰不帶電 直子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所以原子核整個是帶正電 所以中間有一個帶正電的原子核 旁邊跑來跑去的電子就知道應該會帶負電 OK 好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重點 原子核 然後呢 電子的質量很小 只有直子的1800多分之一 所以平常就忽略不計 但是活動空間很大 到處亂跑 我們就把電子活動的空間 當作是這個原子的大小 當作是這個原子的大小 OK 然後重點要帶負電 所以裡面是帶正電 外面是帶負電 第一個重點 誰帶正電 誰帶負電 誰不帶電 要搞清楚 然後衍生出後面 東西為什麼會帶電 發發這些的問題 OK 那麼一般的情況下 原子是電中性 就是遠遠的看沒有帶電 好進去看 裡面有正電 外面有負電 也就是說 直子數會等於電子數 所以直子數會等於電子數 OK 重點 正常情況 一般情況 直子數會等於電子數 所以正電等於負電 所以電中性 然後呢 原子核很小很重在裡面 所以一般都跟它沒關係 一般發生事的都跟它沒關係 化學變化最多只是電子跑來跑去 得失電子 我們已經三年級學完電子了 我們知道氧化還原是用得電子跟失電子來說 所以發生氧化還原反應會得失電子 原子核沒事 要到核反應的時候才會扯到原子核 那我們在三年級能力的時候講過核反應 OK 然後呢 正常不帶電 可是之後有的時候會帶電 我們不是學過電解值會解離嗎 分解成離子嗎 離子有帶電 為什麼會帶電 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所以原子會因為得失電子 是得失電子跟直子無關 然後呢就會帶電 得是加 加電子是負 正負會得負 所以得電子會帶負電 失去是負 賞掉負 電子帶負電子 所以負不會得正 所以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所以帶正電是因為我失電子 帶負電是因為我得電子 OK了解 帶電原因 得失什麼東西 得一個就一個負 得兩個就兩個負 失一個就一個正 失兩個就兩個正 然後 基本上 原子跟離子的化學性質是不一樣的 那會跟水劇烈作用 那離子不會跟水劇烈作用 濾氣有毒 濾離子沒有毒 你吃的鹽巴丟到水裡是濾化鈉 就是鈉離子跟濾離子 鹽巴丟到水中 不會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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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然後跟水劇烈作用 你把鹽巴吃下去 你也不會中毒身亡 所以想顯示離子的性質跟原子的性質不同 所以等一下會不會告訴你 舊課本說 決定化學性質的是直子 錯的 錯的 離子跟原子的質子數是一樣的 只差在哪邊 只差在電子 所以真正決定化學性質的是電子 正確的說是電子主態 高中才會教電子主態 你就不用理他 這等一下會告訴你 再說一次 真正決定化學性質的是電子 但舊課本寫直子 你就考慮寫直子 OK 然後呢 跟來源沒有關係 綠化甲有綠離子 綠化納也有綠離子 這兩個都是綠離子 性質就是一樣的 沒有差別 跟來源沒有關係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基本的原子構造 說明離子是什麼 為什麼會帶電 請把它記好